鞭声速速夜过河 小剑千兵拥打牙 遗恨十年魔一剑 流星光底夜一长蛇 大家好,我是梅南河董 本次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母江传的游戏解说 这一期该开上山千信之章了 上山千信,威斯基坚喜 被誉为月后之龙以及军神的名将 原名常伟景虎 月后守护在常伟魏景的第四次 后来接受关东管岭上山宪政的提议 继承了山内上山家家都而改姓上山 名为上山正虎 后来又受足力一挥 下次挥字改为上山挥虎 再后来是原归原年 也就是1570年末 以法号布什安千信自称 所以武田信玄做的那首诗中的 树僧布什山川主中的布什二字 也是按指上山挥虎的法号 布什安千信 他自年幼时就于林泉寺出家 林泉寺是曹洞宗的寺院 所以上山迁信一开始是归一的曹洞宗 后来在第一次川中岛之战后上路 又在林济宗大德寺 受赐法明宗新 晚年又改姓真言宗 所以算是从禅宗改秘宗 虽然说是从常伟改姓了上山 但这两家原本仇恨可大了 这事就不能从头说了 不然连北条岛云都得扯出来 从他父亲那代说吧 他父亲常伟魏景 可是下课上的代表人物之一 塔面是为了什么什么的意思 所以得发第四声位 虽然我念是挺别扭 但必须这么念 他是越后守护带 所以他课的主君 就是身为越后守护的上山防能 杀了主君之后 又杀了前来报仇的 当时的关东管领上山显定 可以说是越后山内两个上山家 都跟常伟家有深仇大恨 但是他又通过拥立上山防能的养子 上山定时当傀儡 并将妹妹嫁给了他 成为了上山家的外戚 但是受国人重压力被迫隐居 让位给长子常伟请警 但上山定时又要受伊达石宗丸为养子 而招之混乱 这个石之宗丸就是伊达植宗的儿子 伊达成石的父亲伊达石元 这个石字就出自上山定时 但是那件事因为反对此事的伊达情宗 在天文之乱中获胜而被驳回 再回到上山这边 在陷入混乱之际 常伟请警为了不让伊达家 帮助上山定时赴权 选择协助了伊达情宗一方 因此黑田秀忠等起兵造反 而体弱多病的请警无暇应对 这时 他的弟弟常伟请虎 也就是后来的上山迁信已经还俗 他在15岁就在立伟城之战中取得大胜 之后又打败黑田秀忠 以至于家中又分裂成了 情景和景虎两大派系 最后上山定时下令情景隐居 由景虎继承常伟家家都 之后他又打败并降服了常伟正景 就是淋浴前的丈夫 统一了越后 后来关东管领上山县政被北条士康打败 逃亡之越后寻求景虎的庇护 景虎出兵关东打退北条军 然后就开始了长期的为他人而战的义声 像是为了帮村上义清高低正赖 而在川中岛多次和宿敌五天信玄战斗 以及为了帮上山县政而前往讨伐北条 然后在上山县政的请求下 继任关东管领改名上山政府 要论上山迁信的义声 便是为义而战 这辈子的战斗 打从救援关东管领开始 几乎都是为别人夺回了地 崇尚佛教中的武神皮沙门天 以皮字为奇印 他是佛教的护法 斯大天王之一 也叫多文天王 财宝天王 皮沙门天王也掌管财富 所以经常被当作财神 但最重要的是 他是守护正义之神 以及武神 上山迁信 在各种作品里常念的那句 就是皮沙门天王心证 也叫财宝天王心证 其中 是咒语的开始 Y是多的意思 是亚娃娜是听文的意思 所以 就是多文天王的名号 亚是语格 斯大哈是真言的结束 游戏及影视作品里 大部分都念成 这种就比较接近于藏语的念法 无双礼的上山迁信 一直是比较传统的僧人装术 除了四代那个帽子 会让我想起唐僧 以白布裹头 才比较符合各种画像中的形象 第二套服装 也是另外一种的僧兵造型 原来我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 他和武田信玄是一代理 具备武器背景能力的两个角色 就是武器的背景会有一个图案 关系到C1是什么效果 武田信玄是风林火山四种 上山迁信是鸟 狼 指人和皮沙门迁四种 这一点是出自真三国无双三的效果剂C1 只是战国无双的做的视觉效果区别比较大 但是实用性不尽人意 所以到二代就把这些 改放在各个CG以及特殊剂上 实用性上就好了很多 话不多说了 进入上山迁信之争 第一关是川中岛之战 Kawana Kajima no Taka 一上来就是和速敌的死斗 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 他跟信玄一样 除了第一关外 其他关在他的历史上都没打 第二关小田园从顺序上不对 打的也不是北条是康 而是市政了 还直接成了潜入战 上山迁信和武田信玄 两人在川中岛五次对决 足以成为二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历程 有一首儿歌叫五指歌 就是12345上山打老虎那首 我觉得这首儿歌简直是切中 川中岛之战的内容 12345上山打老虎 是说上山迁信打假匪之虎 五天信玄打了五次 老虎没打着 打着小松鼠 没打死五天信玄 但打死了几个别的 松鼠有几只 让我数一数 数来又数去 12345 五天信凡 山本看住 路角虎定 出路也中刺 桑山冒剑 这就是那五只小松鼠 当然了 这就是纯粹是胡扯了 事不宜迟 进入川中岛之战 中岛之战的城 敌人 放 Кто 鱒与 武打本队を囮として敵の注意を引く 吉村率いる別動隊が迂回 背後より最助参上の謙信の横腹を突起 把人棄起火 把人棄起 把人棄起 把人棄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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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 把人棄起火 进入战斗准备 开场的CG 和真田幸村之章的是一样的 武田信玄 女忍的开场 也是这段CG 上山千信 在CG的最后喝了一碗酒 他是著名的酒豪 为此专门有为了能让他方便骑马时 饮酒的马上杯 既然是杯子 就肯定不是像CG里那个碗了 不然骑马时肯定会洒呢 武器 这次还是先用无属性的三级武器 在无双里 他的武器一直用的是七支刀 因为这把刀上有六个分叉 算上本身的那个就算七支 这把刀一直被保存在石上神宫 最早称之为六叉之毛 这种武器一看就知道了 不是实战用的武器 事实上也不是用来砍人的 这是由百计的工匠所打造 送给日本的礼物 所以自然不是实战用的 石上神宫在奈良 所以跟上山千信是基本没关系的 上山千信自己的配刀是小豆长光 是背前长传长光的作品 原本是一个月后的平民所有 他出去卖豆子 装豆子的袋子破了 豆子掉到了这把刀上 直接裂成了两半 正好为千信的家臣 逐于三合手瞧见 买下的这把刀赠予千信 传说川中岛之战里 千信就是骑着放生月毛 手持小豆长光 砍向信玄 这一幕真伪 暂且不论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 那就是上山千信 是属于那种 会亲自冲锋陷阵的主军 而且喜欢跟别人单挑 按理说这种行为很危险 容易被击火 但自古以来 君主带头冲锋 被击火而死的 还真的没有 这也是很奇怪的 换成手下大将 都是很容易被击火死 话题回到武器上 大概是正常的刀 用的人太多了 所以才把上山千信的武器 换成了七支刀 大家可以看到 这把武器的背景 画了一只鸟 具体是凤凰朱雀 还是其他什么的 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用来决定 上山千信飞一的效果 它的飞一是召唤式神 像这个就是鸟式神 因为真三国无双三 某些角色 有着根据玉术性 决定效果的效果级飞一 所以以真三国无双三 为基础的战国无双一 也做了类似的设定 只有武田信玄和上山千信有 武田信玄是风林火山四种 分别对应了四种状态 浮空 弃绝 虚弱 吹飞 而上山千信的四种式神 分别是鸟 狼 指人 披杀门天 对应的是四种不同的行动轨迹 鸟是直线 狼是周身 指人是定点设置 披杀门天是拐弯 这类设定其实不是很好 等于给刷武器增加难度 如果要刷一个理想的CE 那就等于出好武器的几率是别人的四分之一 而且毕竟只影响C1 你要是说来四种不同风格的动作模组 那就算好了 光一个CE改了 这种设定还不如美 所以二代开始 信玄的风林火山分别扔给了C1二三四 千信的式神中 狼放进了C1 皮山门天放在了C8 不过C8那个拐弯更大 会多次来回拐 指人放在特殊记里 至于那只鸟是真的没了 不过这鸟也不好用 直线记不好中 看着带红脸属性 但其实不带 二代这么做 确实把这些招式的实用性提高了不少 但是这个可变的C1 后来又被真三国无双昂奈继承了 还弄成了C6也可变 装备方面 还是先从老五样开始 护卫兵选择剑豪 颜色选了上山君的白色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著名的剑圣 尚全信刚 他是猛将 上周的黄班 长野业政的家臣 而长野家是服从于上山家的 信刚的孙子蔡刚 也出世于上山家 看一下人员配置 上山千信的副将是宇佐美定满 被誉为是月后流军学之祖 后来跟常伟正经 在板户城的野靠池 游船时一起淹死 有说法是 他为了铲除对千信有威胁的正经 而同归于尽 不过要我看来 上山千信和常伟正经的关系 应该不算差 常伟正经是凌玉前的丈夫 也就是千信的姐夫 夫妻间的关系很好 现在米泽市常庆院 还挂着常伟正经夫妻相 千信曾经因为亲力交瘁 而选择出家 也是被常伟正经劝回来 上山景信 是千信母亲的同族 和千信一起改姓的上山 后来御馆之乱时 加入上山景虎一方 战败身死 至于为什么他会加入景虎那边 就不得而知了 甚至可以说 景虎那边有很多人都很迷 凌玉前 不帮儿子帮女婿 上山宪政居然会选择 帮杀死仇人的儿子 一堆人明明跟景胜关系更近 却帮了景虎 这迷操作太多了 士奇景家 是上山家首屈一指的猛将 有传言说 他最后因为被怀疑 内同支田 而被千信处死 但是 从他儿子没被连累 这点来看 我认为 这多半不是事实 干破景纪 这个很有问题 这时他才11岁 改姓干破是16年后的事 而且景字还是上山景圣赐给他 他原姓登板 在这时的名字没有记载 继承干破后的名字是青长 村上一清这位不用多说了 两次打败武田信玄的猛将 武田家的两位重臣 板原信芳 甘利虎泰 都死在了他的手里 最后被信玄打败后 投靠上山家 儿子国卿 也成了千信的养子之一 本庄樊长 也是一位猛将 但是他后来背叛千信 虽然最后又投降了 可地位就一落千丈 至千信死时 都不得中用 但是他在御馆之乱 加入了景圣方 之后又屡历战功 数次就上山家于水火之中 反倒成了上山家后期的首席政策 色不盛长 也是上山家重臣 在这一战里 救下了士奇景家 后来在本庄凡长之乱中 被对方所杀 鬼小岛弥太郎 正式名为小岛真兴 据说是力大无双的豪姐 但是 基本被认为是虚构人物 在川中岛一战 和山信昌井对战 在武田异信受围时 昌井为救少主请求停战 得到弥太郎应允 被昌井称为花石兼备的勇士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传说 千信上落参见足利一挥时 这鬼小岛弥太郎 得知足利一挥 养了一只大猴子 一挥很喜欢把他放出来 吓唬那些来访的大名们 于是弥太郎就潜入将军府 打伤了猴子 千信参见一挥时 那只猴子看到千信 后面的弥太郎就害怕 弥太郎解释道 这是猴子被千信的威士所镇守 抬高了自己主经的规格 别的故事真假不好说 他本人是否真的存在也是个谜 但唯独这个故事百分百是假的 因为这是个换皮故事 原始版本里是太田道冠和足利一振 这个故事里就是把足利一振 换成了足利一挥 太田道冠换成了上山千信 实施者变成了鬼小岛弥太郎 同样的故事 还有大有棕林和立花倒雪的版本 最后的直将监婿 这时他才一岁 也许就是放错了 因为武田方川中岛里登场的是直将警刚 再看敌方这边 信玄有三个副将 其中有个松鼠一号 他死后不仅信玄放声痛哭 连牵线都表示惋惜 幸福村还是老样子 带个副将女人 这是松鼠二号 有一个飞出其配置 是武田一信 说一下本观概样 加飞之虎 武田信玄 为扩大领土而进兵信农 信农的势力抵抗不住 精强勇猛的武田军 于是向月后之龙 上山千信求援 如果信农全域 落入信玄之手 会威胁到月后的安太 千信决意 信玄一战 上山千信率领大军 从春日山城出阵 进入川中岛地区 其动向很快就传到了甲斐 信玄率山县 内同甄田等诸将出阵 于上山军所聚的七旅山的正面部阵 以此战机 武田方和上山方的川中岛概要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直接复制幸村那篇的翻译了 这一战 上山千信 始出了绝学 著名的车旋之阵 这个阵型具体是什么样的众说分坛 按无双礼这关的说法是 将部队坐车轮照 轮番休息 轮番攻击 是一种持续攻击态势的阵型 先是一波远程攻击 然后是先锋队二队 然后再来一波远程后三队后卫队起本一次出击 然后再重来一遍 这是一种非常考验大将指挥能力的阵型 其实还有很多话 但是也不用急着一期说完 还是赶紧进入战斗吧 这匹破马就凑合着骑了 虽然我敢肯定这还没跑得快 但是为了仪式感还是要骑一下 第一个任务是 击破在八番元的敌军 第二个任务是 压制海经城 这两个任务只能二选一完成 但是可以都失败 只要前往其中一边之后 另外一边之后就会自动失败 走成这样子 如果只如果这两个任务 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真田姓村到达了七女山 这两个任务就都会失败 也就意味着 五天军的夺木鸟战法成功了 如果先到其中一边 让另外一边的任务失败 再折反到另外一边 让这边的任务也失败的话 当两个任务都处于失败状态下的时候 就会直接判定 真田姓村到了七女山 这一次我先走这个八番元路线 需要击破我的情绪 这个就是上山牵线 用无双导致对方服空时最好的远法 就是二方接七方 要注意这个第三方服务 这个很麻烦的人 这是无双崩荡下的连法 network 竞意统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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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考验就是进入到武神本质 要在今天幸村 要在今天幸村回到八番人之前完成 不然会失败 这手无双按住不放时的动作 也有一定的使用性 因为他这个第三方之刺真的很不容易命中 所以无法确认自己能够命中的情况下 按住无方不放也是一种方法 接下来就出击武神本质 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用的不是上山兴致 而是模拟阳武用其他人打的话 那么这个任务就会变成 让上山兴致进入武神本阵 玩家进去是没有用的 兴致会从我军本阵慢慢赶过来 就会很花时间 但是不用给他开路 他会无视你引擎进去 突击成功 这是个名场面 自己的弹度 龙虽二号就没通机了 接下来就有个击破山本勘住的人物 但是不急着做 武田一信也出现了 然后就有一个阻止 敌方封锁善光寺的人物 成功的方式就是激瘦武田一信 失败的方式是善光寺的据点 跟手在那上山警信倒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这样就防卫成功了 接下来去把山本勘住吧 他是斗气将 但是需要那个突击事件发生之后才会变成斗气 然后接着来针前向村 回到八番门之后还有一个任务 这个是上山迁循的杀战 伤害就跟大夫人相同 这个是上山迁循的杀战 30% 他的这个动作比较玛丽 但是这个杀战 看起来最后一下范围比较窄 但是追踪性能还可以 不用担心的打败 然后慢慢选取下突准性能 所以冲击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地面能增淋 但是需要打破练的情况下才能增淋 打空中是坦定的时候增淋 我不用坦定的路面是可以被造身的 然后他这个普通攻击最要用的是 就是那这一下直刺 范围太窄了 后面几下范围倒是挺不错的 但是攻击频率稍微比起一些人而言是有点慢 然后C1是召唤士神 像我这次带的是鸟士神 就是一个直线技 押して参る 底下范围体驶 线技与战 终于有点 爹 你放下范围体驶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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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来就会激烈摘到依托整天想吞的人 这个鸟是神的这几个事成也算不好用 这个直线技不太好打动 他呢如果是爆炸的那个叫正中的话 可以有两次攻击判定 但还是不好用 C1-2跟C1-3就增加威力和促进散 所以我研究了另外一套联法 那套联法就是1加2然后再接C4或者2加1接C4 然后剩下的招式就拿其他的还剩几个敌将 慢慢演示吧 刚刚那套联法的操作起来会比较复杂 而且伤害也没有这个2加7高 只能说是想要变变变一下招的话可以这么玩 然后接下来再找下一个该演示什么的啊 该C2 上山迁信的C2 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它附带了一些对群的能力 就像这个 从上山迁下来这一项会造成一个冲击物 拥有一定的对群的能力 但是要注意它这个C2 毕竟空中披下来的是在空中的时候毕竟是软招容易被打下来 然后C3 C3有4下 其中是C3-2 有两下 这是C3-2第一下 这下带主性 C3-2这第二下是不带主性 建议是指出 两下到三下 最后的这一下呢 不太好用 因为开始会自动锁定 容易打不准 打不准 就算单敲的时候也是经常会打歪 所以建议是指出二下或三下 第四 如果二下三下把对方打成浮空的话 那么后面还可以再连普通攻击 但是记住普通攻击最好不要连到最后一下 因为空中它是有办法瘦身的 然后飞刺 飞刺 第一段是这样的效果 周围敌人会倒地 距离到更高端之后呢 是会让人飞飞 这是他C4算是基本的好手 要对这个C4有一个对地追击也能 但是呢 这对地追击的能用的情况呢 还是不如跳飞 去看 在我看 他 别是对 我看 有点彩虹 然后 我再 升级上演出比较反击吧 这个反击 你看到也是够废的吧 这个范围够窄了 真够窄的 而且他打中人之后呢 你也没有办法在后续再连上 拿别人再试反击 这个家伙不打死的话 他会被友军打死 应该敌将就只剩下信玄一个 我再拿别的人演示一下 这个反击 你的后面是接不上人再继续攻击的 所以他这个反击是很烂的 然后其他的攻击 先是先来冲刺攻击吧 冲刺攻击是这样的动作 跟大部分人都一样 都是范围大 但是破绽也大 然后跳跃攻击值得一说 因为他的跳跃攻击是不可以在空中受身 必须要落地之后才能受身 所以他的跳跃攻击是可以在连招中使用 然后跳C就是战国无双系列 所有人共通的性能 又拥有倒地追击这个能力 而且在学了技能之后可以把别人给你弄了一层飞飞 都是大家共通的性能 共通的性能 然后讲一下骑马不得上的马上的攻击吧 首先是马上的普通攻击 算是他马上最好用的 因为这每一下范围都很大 但是破绽也比较说范围大 但弄攻击频率的话 并不算太多快 马上的 马上的这个C2 算是大部分人中的基本性能 马上C3是范围就比较短 我算是比较拉垮的一招 C4的性能还行 跟大部分人的性能没什么太大区别 他的马战能力 主要靠的是基本的马战数值 他的骑同攻击力是满直三百 但占要论招式的话 不如镇前姓葱 本德宗盛 镇前姓赦这些 在马上招式上的强人 我想想应该是都介绍到了 那好 那么就可以去击破姓权 过关 然后我看看啊 这个应该没必要介绍了 他的间接攻击就跟大部分人一样 用的是弓箭 要注意他这一期C3他也是有着伪连的情况 就像这样 所以他要想正确连 可能是需要回散感 我看看打破战的情况下 对他需要这种打破战的情况下 才能让孙孙 C3一分钟 敌将 撞取了 这样川中岛之战就由上山君取胜 这个可是上山先信中 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站 他是发现了海经城这个吹烟比以往要多一些 他就借此判断了这是武田军 需要再需要去做 除了做一日的粮食之外 还有准备好这个出阵时所需要的粮食 就因此判断出武田军要出击 然后撂到对方用这种琢磨鸟战法 并将计就计 及袭武田信玄的所在 可以说是他非常成功的一站 这里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武器背景中就得画的这个鸟 这里是这个鸟的图案 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图案 怎么全是鸟 那其他图案就只能 后面几期再慢慢来吧 那么这一期肯定是要有个流程币的 因为这个流程币就走这个海经城这条路线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流程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